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产 器官发育不成熟 再加上感染 这个小生命能不能挺过今晚 没有人知道 2015年1月9号晚上 32岁的产妇吴俊平突然有了生产的指症 都紧急送进了何泽适丽医院的产房 怀孕仅仅29周就有了生产的指症 这说明孩子要早产两个多月来到人间 胎儿体内各器官发育可能都不成熟 更棘手的是 吴俊平竟然怀有五包胎 这可是6500多万分之一自然受孕几率 当然 这也就意味着 吴俊平的五个孩子的情况 就更无为紧张 四个女孩 一个男孩 这 五个宝宝一出生 身体就普遍发紫 这说明他们体内严重缺氧 生命危在旦夕 更糟糕的是 五个宝宝的体重都小得惊人 四个女婴都只有一千多克 两斤重 最小的男婴体重仅五百克 一斤重 身高和成人的手掌般大小 皮肤半透明壮 薄得血管清晰可见 整个小手就跟成人一截手指般大小 生命十分脆弱 由于五个孩子早产 肺部都发育不完全 能不能哭 就成为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个关键 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了三十分钟后 最后出生的女婴 还是夭折了 生命有时就是这样脆弱 存活下来的四个婴儿 被紧急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呼吸窘迫和呼吸暂停 还是会随时发生 他们只能借助呼吸机 在医生护士们24小时的监护下 慢慢长大 现在很嚼勁 又很难过 乌俊平和丈夫张永丽 结婚六年 一直没有孩子 他们四处求医 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 竟然是五包胎 为了孩子和孕妇的安全 医生曾建议他们减产 但是对于孩子们的爸爸张永丽来说 这样的决定太艰难了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 四包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呼吸方面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生命岌岌可危 现在唯一拯救孩子的办法 就是尽快将孩子 转到省会济南的大医院救治 没有那个暖箱啊 因为我是那个河哲 私立医院 因为我们这 因为我们家孩子 或者我们找这个温箱 把孩子转到你们那地方 就是做一下治疗 我是孩子父亲 很快 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表示 可以接收四个孩子 考虑到孩子的病情紧急 他们半天晚上 连夜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 来合择接孩子 就是我们接着 接着转门口的时候 然后回去 在路上再给你们连线 然后接着 就是说你专业 这是有风险 因为我们这个小的 可以差点弯速 济南山大二院 只有一辆救护车 一个救护车里 只有一个保温箱 和可供两个孩子 使用的急救设备 也就是说 最多一次只能转送两个孩子 先送哪两个孩子呢 医生们在反复检查了 四个孩子的呼吸 心跳和各项身体指针后 决定当晚 先带情况最差的 两个孩子转院 但是孩子的爸爸张永丽 很为难 四个孩子的情况 都不乐观 手心手背 都是肉 先送哪两个 留下哪两个 他都不放心 最终合泽市立医院 最终合泽市立医院决定 也派一辆救护车 和济南来的救护车 一起将四个孩子 一起转越 晚上九点 四个孩子被厚厚的棉被包裹着 分别堆进了两个宝文箱 孩子一上车 趁热的气氛 等时就紧张了起来 最不想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巴掌南鹰的生命指针 突然发生了变化 不是不是 心跳呼吸 不然停止 医护人员紧急通过辅助和人工呼吸 给予这个小生命最快速的抢救 十多分钟后 男鹰的生命指针 暂时平稳了 然而 接下来的路途中 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情况 没有人能知道 救护车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紧张 四个孩子的危险 还远没有过去 0.5公斤的那一个情况不是很好 不是很乐观 现在删着呼吸机 对 我好想把我听到 我好想了 你 我好想了 没有人能听到 我好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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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平和丈夫张永丽一直靠给人打工为生 收入不多 考虑到这家人的特殊情况 医院也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先救治孩子 费用 以后再说 孩子出院前 张永丽决定 就一直守在这里 他说 有他在这里鼓劲 四个宝宝会感觉得到 他们就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这一个啦 这是一个双方胖胖的老大 这个情况应该还算是最好的一个 现在也没有上那个五场飞机 呼吸器 还是有点比较非烈 那个三女 给他们说是做那个 皮肤部理 搭档男孩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哎 情况还是不容乐观吧 肤瓶血 一系列的问题吧 都有 我们血太低了 情况还是很危险 来到山大二院 天老 四个宝宝目前的情况 还是不容乐观 他们不仅要闯过呼吸关 感染关 胃养关 而且还要随时面临 黄胆 腹胀等 并发症的威胁 尤其是这个只有五百克的 巴掌男婴 是最让医生们担心的 孩子不仅凝血功能差 贫血 而且随时还会有脏气出血 呼吸停止的威胁 护士长刘爱红 和二十多名护士 从孩子一进来 就二十四小时 不分昼夜的 守护着四个宝贝 孩子太小贵了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让它吸在一个水团上 其实我们自制的这种水团 对于那个一次性的 降降手道 关上没水 它皮肤的温度 喊不住 这样它就躺在上面 比较舒服 每天清洁一次皮肤 四个小时吸一次痰 两个小时换一次尿布 一小时检测一次生命体征 医护人员偏尽全力 维系这四个脆弱的小生命 就在这五粒坦克关子 二年保温层上血氧经济 忽然想起了解放 这气道就得跟他打开 一声们紧急给二女儿打通气道 给予呼吸支持 几分钟后 二女儿终于有了呼吸 好了好了 别吃了 但是老二会不会摆脱死亡的阴影 其他三个孩子 还会不会出现病情的反复 谁也不知道 从五胞胎出生后 孩子的母亲就没有见过几个孩子一面 刚一出月子 孩子的妈妈吴俊平就迫不及待地从老家 赶到了济南山大儿园 在获得医院的允许后 夫妻儿人第一次 一次进去的男人和孩子亲戚 这个是老大 大女儿 这个是老二 这是老二女儿 这是老三 老三女儿 这是体重最大的一个 吃奶吃的也是最多的一个 现在他会在那里喝 我们在这减好都观察一下 会也才好 那碰到的也好一点 好 干杯了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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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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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薛江山大二院新生儿科主任 四胞胎的主管大夫 四胞胎来到这里后 薛江和所有的医护人员就24小时轮班 日夜不停精心照顾着这四个小生命 好不容易四个孩子平安生存了二十多天 老二却突然发生感染 让他有些始料不及 作为儿科大夫 他心里很是清楚 感染对于四胞胎这种早产儿来说 致死率达到百分之五十 呼吸暂停 休克只不过是个开始 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 二女儿总算是呼吸稳定了 但是接下来薛江又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二女儿已经整整四天没有排过尿了 急性肾功能衰竭 全身血甲值极高 再这样下去 孩子的命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对于这种病情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是通过导管 将腹膜透析液灌进腹枪 从而将血液里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 从腹枪里放出来 可是二女儿体重才一公斤多 薛江从来没有给这么轻的新生儿 做过腹膜透析 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透析 透析能不能解决问题 会不会引起更严重的感染 此刻的薛江无比纠结 对我个人来说 整个精彩的 整一个崩溃的打击 想要能很好的人就证 但是你不做透析 那百分之百就会死掉 要是能做透析 别管有笑没笑 还有一丝希望 给二女儿进行腹膜透析 透析液的药量该用多少 这是最大的难题 如果药量控制不好 二女儿就可能出现脱水 心脏骤停等症状 另外 还要看孩子自己体内的循环情况 能不能将有毒物质排出来 如果不行 二女儿仍然活不下来 附魔透析 无垠是一场赌博 但是为了那一丝的希望 薛江决定 还是试一试 第二天一早 张永利夫妻两人得到消息后 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 我当天晚上没过来 因为我怕我爱着你 说自己受不了 我刚开始我也没打出 感染管 这是一大管扣 呼吸管 所以呼吸管 得知二女儿的病情 夫妻俩都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保住孩子的命 他们愿意做任何尝试 我当时我都没想到别的 我马上签证让他们做些东西 我肯定我要保住我的孩子 薛江医生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但此刻的他却很无助 虽然已经尽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不确定 二女儿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能不能自己恢复一切都是未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有时就是脆弱到无法控制 二女儿突然感染 让薛江心有无疾 第二天一早 他就把四胞胎中的大女儿 三女儿和巴掌男婴 一起转到了ICU里的隔离间 并严格规定 除了护士长刘爱红 和三个经验丰富的护士 其他人一律不许接触孩子 二女儿还危在旦夕 紧接着巴掌男孩的呼吸 又出现了问题 薛江不得不再次给男孩 带上了无疮呼吸机 由于巴掌男孩体重极低 病情也比较重 还随时需要应用各种急救药物 以及长期静脉营养支持 护士长刘爱红 要给巴掌男孩做中心静脉治管 也就是说 从孩子的手臂静脉进行穿刺 将一根导管通过静脉 直达靠近心脏的大动脉 通过这根导管就可以将药物 和各种营养物质直接输到孩子体内 这对体重还不到两斤的巴掌婴儿来说 算是一个小手术了 但却可以避免反复打针 对孩子造成的损伤 和皮肤坏死等不良反应 巴掌男孩的静脉细如发丝 穿刺起来非常困难 这对刘爱红护士的要求就非常高 他必须一次成功 如果反复穿刺 孩子就会出现呼吸 心跳骤停等危机情况 穿刺以后我们必须拍片看一下 定位一下 看看是不是达到了预定的位置 他这个导管的末端呢 到达就是上山境脉 据公开报道 自1934年 加拿大第一例五胞胎到现在 世界上一共只有36例 在我国17例五胞胎 全都存活下来 也不过六例 面对四个幸运存活下来的小生命 山大二院的医生护士们 已经竭尽全力 他们希望能创造奇迹 就不知道这一次 二女儿和巴掌英脸 能否顺利闯过去 二女儿透析后的第四天 ICU里的医护人员惊喜地发现 二女儿终于排出了尿液 虽然只有这么不到两毫升 却意味着透析有了效果 二女儿的病情有了转机 这个好消息迅速在医院里的微信群里传开了 医护人员们纷纷发出各种表情 表达着自己的喜悦之情 就像这些医护人员们自己说的那样 二女儿这次能够活下来 真的就是个奇迹 五天后 二女儿终于撤掉了呼吸机 跟她的三个兄弟姐妹 一起住到了隔离间里 今天护士们给哪个孩子的保温箱上 都挂了一个平安节 希望孩子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能够平平安安 这个是老大 大女儿 现在情况还行 比较稳定 她自己能吃那个26毫升奶了 体重也长了 现在是体重是1960克 这是老二女儿 现在基本上就是还可以了 现在体重也在增长 能吃奶现在吃17毫升奶了 现在吃体重系讲了1930克了 这是老三 老三女儿 这是体重最大的一个 吃奶吃的也是最多的一个 她现在能吃30毫升奶 体重现在长的是2100克了 这个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巴掌男孩 也长了 其中现在是1000那个 1000那个 1000010克了 长了一倍了 她其实眼睛要是完全睁开了以后 是挺大的 看到几个宝贝 在自己的清心照顾下渐渐长大 护士长刘爱红特别的开心 但最让她兴奋的是 死胞胎中的大女儿和三女儿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哎呀 你好漂亮啊 真好看 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着实让张永利夫妻俩喜出望外 他们为迎接宝贝回家做了很多准备 虽然他们准备了很多给孩子用的衣物 但妈妈吴俊平还是觉得不够 那每种人都买了 没有 待会儿出来还得买 得买个十个 帽子头照 帽子有 然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却出现了 第一次做父母 夫妻俩还不知道怎么养孩子 加上孩子早产 更需要非常谨慎 以免再给孩子带来新的问题 所以在出院前 护士长刘爱红就要把所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都和张永利夫妻俩交代清楚 会见他爸爸去了 他妈妈应该是第一次抱他 没抱过来是吧 咱先那个接触孩子之前先洗手 好 先洗手 这衣服都是干净的是吧 干净的 这是我昨天洗的 昨天洗的 你能看出哪个是老大 哪个是老小 这是我们老三 不对 这是老三 这是老大 你看看老大长得是最像你的 是吧 这样咱先给他换尿布 是吧 然后呢 先给他换换尿布 换换尿布以后呢 然后奶啊给配好了 然后你再喂奶 看看这个是张明奇哈 这是老大哈 尿布以后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双手提着他的两个腿哈 双手提着两个腿 如果说是有大便呢 一定就是给他清理干净 这样他就换好尿布 然后再给他包起来哈 来 这样哈 你看抱的时候 一定要一只手啊 拖着下边 拖着他这个颈部和这个腰部哈 你这个时候 来 你坐下 这个 这个胳膊这个地方 来 就是在你那个胳膊弯 这个地方 来 拖着他 拖着他 对对对 这个时候拖着那个 还行 还 抱得还挺好 对 来 这个时候这样 好 坐下吧 这么近距离的接近孩子 一种初为人妇的幸福感和责任感 油然而生 这四个小生命里流淌着他和妻子的血液 同时也寄托了他们夫妻俩的希望 这一天 山东省卫纪委的专家也来到医院 对大女儿和三女儿的情况进行催耗 最后的评估 不是那种水尖的那个啊 和五百克的这两个 现在 暂时肯定要留下的 那么那两个呢 我认为 可以出院 他自己拿来了 他自己拿来了 老大 这是老三 今天 四包胎中的大女儿和三女儿 就要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爱妻屋里的陆省既高兴又有些陆水 从接他来到松花棕 有点熟的 但是也为他们高兴吧 毕竟好啊 出院了 孩子要留恋一下 来 三位羊 三弟弟 拍个照 哎呀呀 三姊羊 拍个照 挺高兴 终于出院了 但是也很选不得啊 有感情啊 走啊 咱走啊 走 三弟弟 周阿姨 再见 拜拜 哈哈 不要再来了 嗯 一个多月的守护 拍摄眼了 医护人员呢 像父母一样 看着孩子们 一天天长大 哎 看看孩子 哎呀 今天终于出院了 喂奶 消毒这些细节 刘爱红已经交过很多别 但她还是不放心 虽然够了出院标准了 比别的孩子来说 抵抗力还要差一些 随时还会有可能其他的情况 护的时候她容易抢奶 回去以后比较担心 比较困惑 如果说是你们要是有感冒的 或有身边的 最好就是先一先 别照顾这个女生 看事的人员一定不要多 这个很关键 其他时间有什么情况 一定要随时回来看 最让刘爱红担心的就是两个小家伙 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 这个手大家放外边来 哎呀 对 上去看吧 走 走 上上去 在路上的时候也是要试不试 看一下 别跌着 哎呀 同意大 那孩子高着啊 前面那些孩子上去 走吧 两个小家伙 终于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在那里睡得也很好 在那里睡得也很好 你看完一有点动静 他就睁眼睛 对 他睡觉轻 正是老大 好像耐射到赛 一字啊 这也可把他扮演 这也刚才睁眼一睁很大 他眼睁一睁就很大 为了照顾孩子 孩子的奶奶 也从老家何泽赶了过来 看着两个孙女 老太太很高兴 她现在最盼望的 就是另外两个孩子 也能尽快回家 是尽快回家 阿日 是尽快回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更是一场爱的激励抢救 我们衷心祝福这一家六口早日团聚